在电路中灯泡L1L2L3串联 电源电压是12伏 已经知道灯泡L1L2两分的电压为4伏 灯泡L2L3两分的电压为10伏 那么灯泡L2两分的电压为多少呢 这是一个串联电路 总电压12伏为各灯泡电压之和 已经知道灯泡L1L2两分的电压为4伏 所以灯泡L3两分的电压就是两者之差 12伏减4伏等于8伏 条件里又说灯泡L2L3两分的电压为10伏 非常类似的 我们可以算出灯泡L2两分的电压 10伏减8伏等于2伏 太简单了 再来一提 这个电路里有两个电压表 电源电压是12伏 以至电压表V2的次数为8伏 那电压表V1的次数是多少呢 嗯 这回的电路看起来有点麻烦 我们需要先判断串并联 电压表可以看成段路 把它们擦掉 现在就很简单了 灯泡L1L2串联 是一个串联电路 电压表V2的次数为8伏 测量的是灯泡L2两端的电压 电源电压是12伏 串联电路中算电压用加法 所以电压表V1的次数 就应该是12伏加8伏等于20伏 不对不对 这么算就错了 电压表V1测量的 确实是这两个点之间的电压 但这一部分包含了一个灯泡 还有一个电源 包含电源的时候 电压就不能简单相加了 算电压就要换一种办法 我们发现电压表V1测量的 也是这两个点之间的电压 诶 这不就是灯泡L1两吨的电压吗 这回没有包含电源 我们可以安心计算了 串联电路中 电源电压为12伏 等于两个灯泡电压之和 灯泡L2两吨的电压是8伏 所以灯泡L1两吨的电压 应该是12伏减8伏等于4伏 这才是电压表V1真正的次数 总结一下 在求用电器电压时 应该先分析电路的串并联 串联电路中 电源电压等于各个用电器电压之和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算电压的时候 最好能避开电源 千万别把电源电压直接加上去 你学会了吗 呵呵 我系列的电压 经计算了 还有一个小伙子 都不够用电压 电压力量的小伙子 都不够用电压 就不够用电压